嗨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最新的我就是剛考上一大學 其實也沒有最近的事啦 就是兩個月前的事 然後呢 我就想說 我終於成為補習班決定體 再也不會有補習班打來 在那邊跟我瞎嗶嗶胡扯一堆 結果呢 沒想到有一天 就是我在暑假打電燈的時候呢 就突然電話就這樣 然後我就 喔 幹 可不可以不要在這時候打給我 但是呢 我還是把它接了起來 因為我是個有禮貌的小孩 喂 請問是洪婷嗎 噢 天啊 在那瞬間我就是有後悔把那一張電話接起來 我就是對補習班敏感到我只要聽到他們聲音 我就知道他們是補習班了 而且補習班真是英魂不散 會考完打 分類組打 考學測打 考資考也打 我耳末都快給她摳爆了 所以呢,我現在開始提倡新運動 就是在補習班打工時 打電話給你媽 因為你媽比我還希望聽到你的聲音 還有那一種,就已經跟她說我不想補了 還在斷考完,特別打來 喂,請問是紅頂嗎? 我們知道竹中最近斷考完了 不知道你是否需要補習呢? 寫考,當我是考很爛是不是 全校六百多人,我也至少考四百多名好嗎? 好啦,回歸正題 喂,請問是紅頂嗎? 嗯 請問你是考上台大國企嗎? 嗯 哇,好棒喔 Yeah, I know,我也這麼覺得 然後接下來長達十分鐘的對話呢 我只講了三句話 那電話是這樣的 那我們補習班呢,最近就是開了一個班 是有關於大學課程的介紹 我們將會帶你認識大學的校園 大學的選課 大學的各式各樣 你可能會遇到的各種問題 而且非常重要的是 我們現在有早鳥優惠價 只要在七月十五前報名 就能享有優惠價4880 不知道你有沒有興趣呢? 沒有,我沒有興趣 洪廷同學我跟你說 我們這邊是請了非常厲害的講師 他們都是曾經在台大教過書的老師 而且我們這邊還有很多優秀的台大學長姐 保證你能夠在這邊收穫滿滿 另外,後來我就把它給掛了 因為他真的講太久了 那我要死了 所以拜託 補習班不要讓我當沒有禮貌的小孩 而且我當下的感想之後想說 WTF is that? 這種東西也可以開成一個班 應該不會有白知者去報名這種課吧 再來第二圖 喂,請問是洪廷學弟嗎? Oh my gosh 用來 對 我們這邊是台北如臨補習班 我是竹中的學長辣 辣 請問你考上什麼系呢? 呃,台大古期 那我們想問你是否有意願重考明年的學徹呢? 因為我們相信你的成績蠻適合重考的 而且我們相信你一定是個潛力股 只是很不臭腳 連海大電機都比不上的台大財經都沒考上 只能考上比較爛的台大國企 因此我們真的很擔憂你的未來 怕你將會輪為一個月只能賺三四萬的低收入戶 所以才特別打電話給你 而且我們非常建議你家暴明年的自然科 看是否有機會拼上一牙子 這樣就再也不用選沒有前途的文主科系囉 如此一來 我相信你在未來一定能夠發光發熱 在低咖上再也不用隱藏自己的笑戲了 好啦沒有啊 以上是我自己腦部的小劇場 他們沒有這麼沒禮貌 但是他們都這樣打來了 代表他們覺得台大國際應該也不是什麼好科系吧 欸不過我聽問這話真的很令人不爽 我好歹也考上管卷第二次院了吧 而且連我都要重考的話 那一堆考上朋友都可以直接XX了 所以呢 今天台北安心主的補習班 不要再打給我了 我不會去 拜託讓我當個有禮貌的好小孩 你最近有接到補習班的電話嗎 我嗎 剛才有接到一次 你接到台北如臨嗎 喔我接到如臨 為什麼 他有說我們是什麼族中的 族中的學長對不對 因為好像現在指考結束才有一波 我們來訪問其他吧 你有收到 如臨補習班的電話嗎 沒有 沒有 你都沒有 沒有 好扯喔 才到拔沒有了 他也有 你有收到如臨補習班的電話嗎 我有收到AD一大堆 你有收到一大堆補習班的電話 好棒 好棒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囉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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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摩